多名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参众两院议员 星期二共同敦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他们还表示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 还应列举美国为应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 需采取的具体行动 共同签署这封信喊道包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以及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务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 以及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 还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 和首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等重量级议员 议员们在信中说 尽管新冠疫情阻碍了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民主抗议 但是香港的局势在最近几个月里持续恶化 香港警方此前逮捕了大约15名香港民主派主要活动人士 其中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住民 前法律界立法会委员吴爱宜 以及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等 信中接着说 香港的未来对美国和国际社会非常重要 如果不能解决北京为侵蚀香港自治所做的努力 将会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和人权 香港作为美国伙伴所发挥的宝贵作用 以及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独特作用 议员们还表示 美国必须在应对北京对香港自治的威胁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 特朗普总统去年11月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 法案生效后 国务卿需向国会提交报告 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 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 包括继续被视为独立关税区等 议员们希望提交给国会的报告 将包含对香港自治的全面清晰和准确的评估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